前两天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在英国遇到黑社会怎么办 遇到仙人跳怎么办 遇到视频诈骗怎么办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在英国遇到家庭暴力怎么办 首先我们明确一点 遇到家庭暴力不一定是女生会遇到 男生也有可能会遇到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案子 两口子 这个女的把男的打得稀里哗啦的 这个当然这是一种少数事件了 一种不常见的一种情况 但是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的一些女生跟老外结婚以后 拿着配偶签证留在英国 这时候遇到家暴 家暴分很多种 一种是武力上的身体上的肉体上的 一种是言语上的精神上的 在有证据的情况下都可以是被认定成家庭暴力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你是遭受到家庭暴力 而导致夫妻关系不能继续的情况下 你的配偶签证不会受到影响 听清楚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很多中国的女孩子 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情况下 一定要记住第一 坚决的报警 第二 坚决的保留证据 这些证据可以包括相片 可以包括检查报告 可以包括证人的证词 包括警察的一些报警的一些证据 保留好这些证据的情况下 是完全有可能留住自己的配偶签证 继续留在英国 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点 大部分情况下 华人嫁给老外被紧离乡 在没有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找英国政府 英国的Consul是有一个专门的 妇女与儿童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 如果是因为家庭暴力 导致没有地方住 是可以申请免费的这种住所的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证据 包括警察的一些调查 包括你的一些体检 一些验伤的一些报告 这些都要留好 我们的经验是 只要在英国 你有相关的证据 能够证明你的流离失所 你没有地方住 以及你的婚姻关系 是由于家庭暴力所产生的这种结果 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不会影响到你的签证 所以说这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特别是那些女孩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在遇到家庭暴力的情况下 首先要报警 其次呢保留证据 第三呢 要咨询专业的人士 包括政府的免费的一些建议 和一些专门的家庭法的律师 在英国有一个好处就是 一旦你进入到婚姻关系 所有的财产都是比较 在法庭判决的时候 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女性的 如果你有孩子 对女性的保护会更加的大 更加的多 强烈建议大家 咨询专业的这种律师 来做进一步的情况 分析和进一步的情况建议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 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英伦大叔 请不吝 Kirk